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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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咱们既然没有看到那位前辈的遗体 说不定他就是现从道洞中脱困无望 便走进了迷窟之中 如果是那样 能不能出去便不好说了 嗨 管他那么多做什么 这道洞不是还没有钻到头吗 我看咱们还是先进明镜中一探 如果实在没路 再考虑从这边走 我说胖子 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从来没看你这么积极主动啊 你肯定是想去明镜中摸宝卫 不过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咱们要是出不去 要那些宝卫有什么用啊 哎 我这是用战略的眼光看待问题 你想啊 能不能出去 咱们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古墓名殿中有名记啊 这是明摆着的事 咱们管他能不能出去呢 先摸了名气 揣到兜里 然后再想办法出去 如果能出去 那就发了 如果出不去呢 揣着值钱的名气死了 也好过临死 还是个穷光蛋嘛 我摆了摆手 打断胖子的话 行了 别说了 我一句话招出你这么一大堆话里 省点力气 想办法 脱困 行不行啊 咱们就按你说的 先进明镜 胖子把两只大白鹅赶进洞中 就想钻进去 我急忙把他拉住 让他和大金牙都戴上防毒口罩 随时注意两只鹅的动静 前面一段稻洞和山中的漏口地带相连 远处又似乎有溶洞 所以空气质量不成问题 但是 这最后一段稻洞 是和古墓的明殿相同 我估计 最后还有对向上的梦 从明殿的下边上去 古墓中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出口 那么空气质量的时间 会远远超过换气的时间 必须做好防范措施 我们戴上防毒口罩 把毛巾用水壶中的水浸湿了 围在脖子上 大金牙也给了胖子一个观音大事的御剑 我则给了大金牙一把散兵刀防身 三人稍作准备 便先后钻进了第二段稻洞 这段稻洞极短 向前爬了五十多米 便转而向上 又十余米 果然穿过一片青砖 唐木的青砖 有三四只手掌的后包 都是铺底的木砖 用铲子 铁签都可以砌开 这种木砖只铺在明殿的底下 其余的地面和四壁都是用铁条固定的大石 凤隙处冠以铁浆封死 一律都是密不透风 只有明殿正宗的这么一小片地方 是稍微薄弱的虚伪 后来自元代开始 这种留下虚伪藏封的形式已经大为改观 就是因为这种地方容易突破 但是留虚伪的传统是清代仍然保留 只是改得极小 大小只有几寸进不去人 不过总体上来说 唐木的坚固程度和豪华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数得着的 木道以下都有数道巨形石门 身处山中 四周又住以厚重的石壁 那不是固若金汤所能形容的 唐木的虚伪之上 都有一道或数道机关 这种机阔就藏于明殿的木砖之中 一旦破了虚伪的木砖 就会触发机关 按唐木的布置 有流沙 窝弩 石庄之类 还有可能落起翻板 把明殿彻底封死 宁肯破了藏风俱气的虚伪 也不肯把陪葬的名气便宜了盗墓贼 在我们之前 这道机关已经被先进来的摸金校尉破掉了 所以我们就省了不守事 不用再为那些机关多费手脚了 胖子把两只大白鹅放进了头顶的盗洞口 让他们在明殿中试试空气质量 我们浮在盗洞中等候 我不停地在想堵住盗洞四周的石墙 简直就是突然出现在空气之中 从没听说过这么厉害的机关 难道是鬼气墙 可是传说中的鬼气墙绝不是这个样子 这古墓中究竟有什么蛊味 墓主又是谁呢 那位摸金的前辈有没有逃出去呢 这时胖子把两只大白鹅拉了回来 现没什么异常便拉了我一把 三人从盗洞中钻了出去 来到了明殿 这古墓的明殿规模着实不小 足有两百平方米 我们用狼眼照明四下里一看 都忍不住开口问道 明殿中怎么没有棺果呢 明殿自古以来便是安放墓主观果的地方 藏经上写的明白 明殿又名慈宁堂 是陵墓的核心部分 无论是合葬也好 独葬也罢 墓主都是应该身穿大链之服 安睡于棺中外面再盖上果 即使墓主尸体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放置于棺果之内 那也会把墓主生前的服装灌吕放在棺果中入葬 总之可以没有尸体 但是棺果无论如何都在寝殿之中 而且历代摸金校尉拆了秋门倒斗 都绝不会把棺果也给倒出去 再说这倒洞空间有限 就算棺果不大 也不可能从倒洞中倒出去 我的世界观再一次被颠覆了 想破了头也想不出其中的名堂 难道墓主的棺果变成水蒸汽蒸发了不成 三人都各自吃惊不小 大金牙脑瓜活了 站在我身后提醒他 狐爷 您瞧瞧这名殿 除了没有棺果 还有哪些地方不对劲呢 我打着狼眼 把明殿上下左右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明殿不仅仅是没有棺 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地上空荡荡 别说陪葬品了 连块多余的石头都没有 然而 看着明殿的规模结构 都是一等一的唐代王公大墓 建筑结构下方上圆 下面四四方方 见棱见脚平稳工整 上面的形状好像蒙古包的顶棚 成穷炉状 这叫做天圆地方 同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完全相同 明殿的地上 有六个石架 这些石架上面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放 但是我和大金牙都知道 那是放置 即六方用的 宗规张碧虎黄六种玉的 是皇室成员才有的待遇 明殿四面墙壁 倒不是什么都没有 只有些打底的壁画都是白描 还没有上色 画由日月星辰 主要的则是十三名宫女 这些宫女有的手捧锦和 有的手托玉壶 有的端着乐器 宫女们一个一个都肥肥胖胖 展现了一派唐代宫廷生活的会卷 所有的壁画都只打了个底 没有上色 我从没见过这种壁画 便询问大金牙 以大金牙晋银古董几十年的经验 他也许会瞧出这是什么意思 大金牙也看得连连摇头 这真奇了 从这壁画上看 这古墓中绝对是用来安葬宫廷中极重要的人物 而且还是女的 说不定是个贵妃或者长公主之类的 但是这壁画 我见大金牙说了一半便沉吟不语 知道她是吃不准便问道 壁画没完工 画个开头就停了 大金牙见我也这么说便点头道 是啊 这就是没完工啊 不过这也未免太不合常规了 不是不合常规 简直就是不合情力啊 黄氏陵墓修了一半便停工不休 甚是罕见 即使宫中发生变故 墓主成了政治活动的牺牲品 或者意图谋反什么的被赐死 也多半不会宣扬出去 死后仍然会按其待遇规格下葬 这种大墓必定是皇室成员在配得上的 皇帝们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 工尾庙堂之中的那墓 多半不会轻易传出去 把该弄死的弄死也就完了 然后该怎么埋还怎么埋 我见在这处着 也瞧不出什么名堂 便取出一只蜡烛 在明殿东南角上点了 蜡烛的光芒虽然微弱 但是火苗笔直 没有丝毫会熄灭的迹象 我看了看蜡烛 心中稍感安心 招呼大金牙和胖子去前殿瞧见 为了节省能源 我们只开了一只手电筒 好在牧室中什么都没有 不用担心踩到什么 三个人牵着两只大白鹅 从明殿的石门穿过 来到了前殿 中国古代陵寝布置 最看重明殿 前殿次之 前殿的安排按照传统叫做 是死如是生 前朝有志 就是这么一直传承下来 直到清末都是如此 所不同的只是规模而已 牧主生前住的地方什么样 前殿就是什么样 如果牧主生前住于宫廷之中 那前殿也必须建造的和真实的宫殿一样 当然除了皇帝老儿之外 其余的皇室成员只能在前殿保留他本人生前住的一片区域 不可能每一个皇室成员都在陵墓中原样不动的盖上一座宫殿 配得上那样规格的 只有登过机长过大宝的帝王 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人虽然都是做过这行的 但是其实并没有见过什么正宗的大墓 今天也是赶巧了碰上这么一处 如果真让我们去挖 我们是不会动这么大的古墓的 最多也就是找个王公贵族的墓而已 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高明的手段 能直接打个倒洞从虚位切进来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动这么大的墓 这里边随便倒出去一件东西都能惊天动地 那动静可就太大了容易惹祸上身呢 今天是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个现成的倒洞 才得以进入这大墓之中 事前万万没想到明殿之中是空的 而且我们进来的倒洞还莫名其妙的封死了 到前殿去看看只不过是想找点线索想办法出去 三人一进前殿又被震了一下 只见前殿规模更大 但是楼阁殿堂只修筑了一半便停了工程 一直至今 前殿确实是造的如同古石工确一样 但是一些重要的部分都没有盖完 只是大致搭了个架子 地宫中的石门已经封锁 四壁都是巨大的石条启程 封锡处管一铁枝 以亚旦粗细的铁条夹固 地宫前殿的地面上有一道小小的喷水池 全眼中仍然呼呼地冒着水 我指着喷泉对大金牙说 仙爷您瞧这个小喷泉啊 这就是俗称的棺材涌啊 在风水位的墓中 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泉眼 那真是极品啊 龙脉亦去依托形式 我初时在外边看着古墓的风水 觉得虽然是条龙脉 但是已经被风雨的侵蚀 把山体的形式破了 原本的吉隆变作了毫无账户的残隆 然而现在看来 这里的形式是罕见的内藏渊 血中有个泉眼 且这泉眼的水流永远是那么大 不会溢出来也不会干涸 那这雪在风水上便有弃处之相 奇缘自天弱水之波 这种内藏渊极适合埋葬女子 子孙必受其殷福啊 大金牙说道 哦 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棺材涌啊 我听说没见过 那这么看来 这处风水位的形式完好 这就更奇怪了 为什么里边的工程只做了一半呢 而且墓主也未入殿呢 今夜 这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呀 就连前殿之中都是这样 尚未完工 这实在是难以理解 嗨 我看呢 倒也不怪 说不定赶上当时打仗或者什么开支过大 财政入不敷出 所以这么大工程的陵墓就建不下去了 我和大金牙同时摇头 我说道 绝对不会 陵墓修了一半停工 改换地点 这与主大不及啊 而且选学位的人都要诸九族 首先这处宝学 在风水角度上来看 绝对没有问题 藏而不露 很难被盗墓者发现 而且还是罕见的内藏员 不会是因为另有家地 而放弃了这座盖了一半的陵墓 也不可能是由于战乱灾祸 那样的话 不会把地工封死 这里边 什么都没装 应该不是防范摸进道斗的 没时间读书 那就道听途说吧 下家听书馆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 下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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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空 下家听 下家听 下家听